大家好我是電他少女貝爾 看看我們現在這四周到的環境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我們今天來到Ubisoft的辦公室 我們今天呢要來試玩兩款新遊戲 第一款呢就是他們之前在五月初的時候就有試出 欸刺客教條有新的系列囉 就是刺客教條 維京紀元 那第二款呢就是蜜乾他們 跟小一之前2019年的時候在伊山電玩展的時候 有玩到的那一款看門狗自由軍團 我們今天就要試玩這兩款遊戲啦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這兩款遊戲的實機畫面吧 我們走 那現在先讓我來小試身手 第一款遊戲現在玩刺客教條維京紀元 刺客教條已經是一個非常長久的系列 也是Ubisoft的代表作之一 之前試出新遊戲的影片時 總覺得看到的都是過場動畫 所以今天要試玩它讓我覺得好興奮 那先來幫大家複習一下這款遊戲的背景 大家應該聽過維京人吧 這個就是北歐的海盜 那本作的主角艾沃爾就是維京人 他要帶領他的族人呢 從因為戰亂而物資匱乏的挪威 踏上當時王國分裂但物產豐饒的英格蘭 那因為我們今天玩的是試玩班 所以是直接從他們進入英格蘭開始 進到遊戲裡面我們一樣可以選男角或女角 但這次可以在遊戲中直接更換性別 所以一開始不用猶豫就先隨便選一個吧 如果有玩過刺客教條系列 我個人覺得玩法還蠻熟悉的 你一樣可以起碼在這麼廣大的世界中前進 那主角跟超人一樣什麼地方都爬上去 那當然前行暗殺是這個系列的主要玩法 一定是要保留的 不過這次在暗殺的部分呢 增加了一點小小的變化 如果你要暗殺的是能力比你強的敵人 你悄悄的走到旁邊點擊暗殺後 你要抓緊時機再按一次暗殺鍵 才能把敵人一擊斃殺 不過厲害的人玩暗殺 像我就是立刻就被敵人發現 像跟他們來場近戰以為可以一個打四個 結果被圍攻打得哀哀叫 唉 竟然都死了 給你們看一下整袋畫面 竟然有激光耶 玩刺客教條竟然可以激光看到寶 如果你跟我一樣一個人上有點辛苦 就比較適合第二種玩法 畢竟我們是一群人來佔領土地 所以我可以吹號角把我的同伴叫過來一起幫我打 這樣我應該就可以輕鬆一點點了 但如果你是吹號角就會被所有敵人發現 就沒辦法進行前行暗殺囉 攻擊的部分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這個重擊 哇 可以越攻還可以近戰 敲敲力的感覺超痛 不會很帥 那敵人倒下的時候也是非常脆弱的時刻 這時候給他一腳就可以跟他說拜拜 在這一代刺客教條圍經紀元 玩家不會自動補血 你必須要撿地上的藥草才能幫自己補血 那藥草還蠻容易出現 所以要打起來之前記得先把補包撿到滿 貝爾記得在玩上一代刺客教條奧德賽斯 老鷹是個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幫我們偵查敵人在哪 這一代呢就換成度壓來幫助玩家 不過變成要去點技能才能有標記敵人的功能 試玩版的當下我還不能用 所以就沒辦法示範給大家看囉 那這一代一樣也是對話的選擇 會影響你後面的劇情 在試玩的過程中不用善良的心去選擇選項 造成我後面反被敵人咬一口欸 早知道我就很下心來 這就是人生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地點都在歐洲的關係 我覺得本座英格蘭的風景 跟刺客教條奧德賽的古歇還蠻相似的 光是看畫面 一瞬間我可能會分不清楚這是奧德賽啊 或者這是維京紀元 但Ubisoft他們也有跟我們分享說 畢竟這是一個戰爭時代 所以刺客教條維京紀元的風景畫面 看起來會更灰暗一點點 但還是有很多特色很鮮明的場景 例如你可能要跟夥伴搭船到別的地方去攻城掠地 我覺得就很符合本作要給玩家的印象 那第一款遊戲試玩差不多就到這邊 我們換蜜幹來介紹他試玩的遊戲 看門狗自由軍團是由我來玩啦 我的蜜幹喔好緊張喔 我去年在LLA的E3站 有管控他更前期的試玩 印象很深刻的呢 就是遊戲中所有角色都可以被你招募 招募成功就可以玩這個角色 跟你們說我這次來Ubisoft的辦公室 你就玩到地圖更大 可以互動更多 劇情更完整的看門狗自由軍團啦 那剛開始呢 我大部分都是在新手教學熟悉操作 那這次自由軍團新加入更多近戰的玩法 嗯 我覺得近戰非常適合我 但你玩的還是看門狗沒有錯啦 裡面你需要各種駭客技巧啊 用來開門 操控攝影機 操控無人機 操控敵人身邊的物品 讓他們種陷阱等等 這些都是玩家可以活用的技巧 另外這次 看門狗自由軍團的故事場景 在英國倫敦 超漂亮 我沒去過倫敦啊 還可以看到超著名的摩天輪 倫敦也 我整個逛都要忘記自己的幹嘛 而且也沒有忘記我最喜歡測試的交通工具 洗機車還有開車 還有無人機 也是一定要體驗的事情 嗯 我不知道是遊戲引擎做的太真實 還是我真的沒有搖桿手 一直撞到東西 而且英國是幼駕 我一直試圖喚醒我在沖繩開車的經驗 但是 不會開車的玩家 我們不擔心 開車有自動駕駛系統喔 如果任務地點比較遠 我覺得開自動導航 然後在Ubisalk工作人員背後 開始偷吃餅乾 現在我覺得我好像有點不會講遊戲 而且我幾乎整個就是走偏門的 看門狗特務路線 一路上幾乎都是近身的肉搏 還好我招募到一個近戰很強的特務 原本想要一個招募到的工人角色 偷偷潛入工地比較不會被發現 結果一遇到敵人就被打死 在自動軍團中 角色死掉就真的不能復活了 後來換成近戰型的特務之後 就一路狂殺 終於距離的進行下去 你看看 這真的是一款史上自由度最高的Ubisoft遊戲 想怎麼用人就怎麼用 你可以選擇適合你遊戲風格的角色 我知道有很多菜油小組阿嬤軍團 我直接問Ubisoft的人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答案是可以 但難度很高 因為在城市中呢 你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跟任務 而你招募到的人的職業啊 或是技能會運用到這些任務中 譬如現在這個任務需要一位警察比較好解 這只是個大比方啦 你可能需要找個三天三夜 才能找到一位阿公警察 或是你真的找不到這麼有年輕的警察 基地警察呢 這個職業也是有退休年齡的啊 你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有難度 但我覺得這就是自由軍團超有趣的地方 在主線中呢 當然也有寫輕鬆的小遊戲 譬如在酒吧喝鏘了 遊戲畫面也會鏘掉喔 什麼啊這超好臭的欸 主線的控制力變超低 你跟你們說我本人應該應該是不會這樣子的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兩款遊戲 知科教條 維京紀元跟看門狗 自由軍團的 兩款遊戲的試玩體驗啦 那因為我們的體驗呢 是在Ubisoft Forward之前就來體驗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過今天早上的直播 應該可以了解到更多這兩款遊戲的細節 比如說上市日期 我不知道 我才猜猜看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公佈 那如果想要看貝爾玩 就是更多關於這兩款的內容的話 記得在今年底呢 應該有機會在 貝爾告訴你 周末玩什麼的直播上面看到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別忘記訂閱 電視他上網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我拿的是自由軍團 看門口自由軍團的雨傘啊 看不出來嗎 全台炫量 全台炫量50隻的雨傘